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礼拜我们才会开始讲JavaScript的变数资料 会有一些比较长的指令或者是程式 那我会再把PDF放上去 那今天呢要就是提醒各位同学 那记得要缴交你的期末专题之一就是那个网页 所以等一下如果我上课比较早结束 剩下时间也就是让同学们 利用就是那个电脑教师把它做也可以 只要你今天上课内交出来 比较不会扣分 我刚刚跟他讲过 好那这几点说明 好我们就先来看JavaScript 我们这行课一开始有稍微说过 HTML、ZS、JavaScript之间的差异 这三个都是我们在写网页的三个基本的语言 那前几周我们上课主要就是HTML加CSS 然后你会发现加了CSS 你真的是可以做比较多的变化 那个变化不只是颜色 就会有渐程 然后你会有粗细 然后有时候你那个球还可以动 所以他还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动画 他只是动画 那所以一开始我们也有说 HTML它是一个你的网页的内容 那CSS它就是描述你那个网页 你给它形容词 看你要怎么形容你那个内容 用的那个形容词 JavaScript它就是一个功能性的程式语言 记得它有功能性 有功能性这件事情 好 那我们就进来 哦 对 这JavaScript呢 就是我好像 佳克一直忘了解释 在网路上面 如果我们再讲HTML Find 然后你会看到一个5 这个橘色的写的图示 那就是讲HTML 那CSS它会写成3 写成CSS在这里 JavaScript它会写这个S 它通常都是用黄色代替这样子 好 那 JavaScript呢 它是 可以一个可以在网页中运作的一种程式语言 那你用JavaScript你可以控制 可以控制哦 你HTML跟CSS的设定 所以网页的设定是HTML跟CSS 然后用JavaScript来控制它 进而达到动态网页的效果 那什么是动态网页哦 那动态网页呢 就是像我们 你要跟使用者互动的 叫做动态网页 使用者你做一件事情 我们网页的画面就会有所变化 那使用者 不是你哦 是使用者哦 就是对方这样 使用者点击你网页的文字 那文字会变化 使用者点击有东西 然后被隐藏了 就会被展现出来 那这个叫做 你跟使用者的互动 那JavaScript呢 其实就是制作 这些动态网页的一个基础 那这个JavaScript 有时候呢 你会在就是网页啊 或者是可能YouTube 稍微可以听到 另外一个名称叫Java JavaScript跟Java 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今天很重要的一个 一件就是观念 也不知道 事实 就是你要不能把JavaScript 跟Java混在一起 JavaScript是Scripting Language 所有的Scripting Language 就是我们在写程式 有功能性程式的一种语言 那Java呢 它是一个Programming Language 那你会就是 直接你看这两个会觉得 好像都写在下层字一样 没错 但是JavaScript大部分 都是用在某些平台上 你要去 那个语言 那个程式语言 要去控制 从那平台去控制某个机器用 某个机器 所以它会有一个连接 某一段可能控制你的电脑 控制你的 不是电脑 控制你的冷气机 然后控制你的洗衣机 控制你的冰箱 那样子的一个平台 会比较多用Java的 这个Programming Language 那JavaScript会比较 大部分都是比较是 我们的网页 所以这两个 虽然说名字很像 然后好像都是程式语言 但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然后很多 像我第一次在看这个程式语言的时候 我真的会把它混在一起 因为在学习 一开始学习 我一定是Google上去打JavaScript 有时候那些Java就会出现 你就会以为是同样的课程 或是同样的内容 那看着老半天才发现 它好像有点不太一样这样子 那这个JavaScript 从今天开始你就要知道 JavaScript跟Java是没有关系 所以以后 你讲Java就要讲Java JavaScript就要讲JavaScript 有时候我们再形容 某些专用名词可以一直讲前面 但是这两个就不可以 用全名一定要讲出来 才不会被人家误会这样子 所以这是JavaScript这个名称 Java跟JavaScript之间的 就是要理清 那我如果没有记错 我之前在查说 为什么两个名字这么相像的时候 好像都是 我忘记是同一个公司 还是同一个group 还是人 他就是写出来的一个语言 所以他都是用Java这个字 但是其实他们是不一样 为了不一样的事情 产生出来的 刚刚有讲过这个 网页的动态跟静态 就是HTML、CSN、JS 这个我就读在讲 那比较完整的网页的一个设计 除了跟使用者做互动 用JavaScript做互动之外 后端还要有一个 就是网页的资料库 你搜这个互动的结果的资料库 那有时候这个JavaScript也会去 就是驱动到后面的这个资料库 我们通常会称就是前面这个叫做 网页的前端 那后面大概就是网页的后端这样子 那JavaScript是在网页的前端 最近几年就是 是比较受欢迎的一个城市 但是有一些也有就是 也有后端有在用的 假如说你像助教上很多 那个城市的课程 他可能会听过NoteJS NoteJS他就是用JavaScript在做 他是属于后端这样 不用担心 我也不会用NoteJS 我不会教你 只让你知道一下 JavaScript大部分是做在前端的部分 后端不能说没有 但是就是没有你想要那么多这样子 现在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始来看一下JavaScript JavaScript写在你的网页 来第一 网页的主体还是HTML 我们只是把JavaScript放在你的主体里头 然后让他去控制你的HTML或是CS 这样理解 所以我们要把JavaScript放在HTML里面 放的方法的一样就是给他一个标签 就像写的我们会给他一个Style这样子 然后JavaScript就写Screen 一样就是一对标签 那这个标签呢 原则上你可以放在你的网页的任何地方 但是我等一下会 就是大部分我们都会放在网页的body那里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任何地方都可以放 所谓的任何地方 你会看到JavaScript的Script 那个标签会放在head这里 那你也会看到他放在body这里 那像我们CS大部分就是放在head里头 这抬头下面 那个JavaScript会放在body这里 尤其你放的时候都会放在斜线body的上面 就是他就是在body的最下面这里 他不会放在body的一开始 这不是绝对 因为有时候我们Style会写在中间 有时候写在上面 都会 都会 但大部分我们会写在body的上面 就是斜线body的上面这里 那我们等一下会练习几个 大概也都会把它写在这个区域里头 那所以今天大部分我们会用到 W3Style这个画面就好 那我们也会让你存打 那因为要打个字少到可怜 所以你不用太担心 我今天讲太快啊 或是写太快这样子 那这整个JavaScript的语法的结构 举例放在body这个区块里头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标签script 然后斜线script 然后中间就是你的程式 这只是一个举例的程式 那这个VAR EO 下礼拜开始我们大概又开始讲这个 宣告这件事情 那这个程式你今天不用太去担心它 这是程式常用的那些语法 我们下礼拜再讲 今天就是让你先习惯 JavaScript长出来是什么一咚咚 做的哪些事情 从哪里看得出来就这样而已 好不好 不然的话它的语法 其实比css还有html 还要复杂一点点 会有点点小复杂这样 那一样就像你一开始写html 有写多了你就会习惯这样 那在html 我刚刚说任何地方都可以 把这个JavaScript放进去 那其实呢 你可以放进去的地方 大概有三个地方 第一个是在head跟head之间 我刚刚讲过 就是像我们在写那个 在写css那样子 那第二个呢 你放在body body之间 通常都是放在斜杠body的上面 这也是比较长我们会放的地方 第三呢 有些人会放在斜杠html的后面 它的目的呢 是不影响到你整个html的内容 所以如果不影响到内容 它就是会从你的视窗跳出来 那个视窗跳出来的效果 我们等一下会练习视窗跳出来的效果 那这个会也不能说不常用 那假如说你 你要有一个pubup的这个效果的话 那你又不想去影响到你的 那个网页 你可以把它写在html的后面 可以把它写在后面 那我们平常练习就是写第二个这里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javascript是什么 javascript是个程式语流 它不是在写网页 所以通常你写的东西呢 网页没有办法呈现出来 所以你今天别看到 我就认pdf给你们 但是我还是想要让你们 稍微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 那我们就先到 先看一下这个 就是看一下这个W3School 那我们就在body这里呢 先把script的标签写上去 那这个标签 因为你是在html里面做这件事情 所以它的标签 它的写法 就是要跟html的那个规矩是一样 这一对 然后下面那个字的斜杠 那我们先来 先不要管这个语法是什么 我们就先来写一个最简单的 那个javascript的程式 没有alert这个字 alter alert 刮糊 然后我们写 在刮糊里面呢 写个字 我们写hello 然后在刮糊 刮糊里面写个字 因为我要写字 我又给它引号 然后最后面要有个分号 我们就先写这样 我等一下会稍微解释一下 要这样写 然后你按run 等一下 我是 我有哪里写错了吗 我写错 我写错 我字写错 alert 这四个 它跑不出来 然后你的字 应该就会从上面跑出来 有没有 这个叫做pubble window 就是它从视窗跳出来 它不是在你的网页 就是电脑这个视窗里 把它跳出来的一个讯息 所以你如果要用你的视窗跳出来 这个讯息出来 这个就是JavaScript 可以帮你做的事情 它用的是alert 然后刮糊 把那个字放进去 你一定要按确定 它才会不见 你不按的话 它就一直卡在那里 这样子 那我们再看看 如果我写两个alert呢 那我第二个 刚刚写英文 对不对 我们试试看写中文 你一样把它写在双引号里头 写你好好了 好 那我们就写两个了 好 按run 然后第一个 它只跳出一个字 这样子 然后再按一下确定 它跑出第二个 中文你好 看到了 所以这是JavaScript 它可以做 那你也体验了一个JavaScript 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写法 好 然后 看下一个 那刚刚写的那个 就是我们写alert 瓜糊 引号 里面有个字 然后后面 分号这件事情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JavaScript的一个命令 那alert是一个命令 是你要去做的一个动作 你要命令它 因为它是要去 它是有功能性的 一定要执行什么事情 所以就一定要有一个动词在里头 那就是alert就是一个动词 而且它是一个命令的动词 瓜糊呢 就是呢 这个alert要去执行的事情 这个引号 瓜糊是前面那个动词要去做的事情 然后引号呢 是你要呈现的文字 引号里面呢 它不会把它看成是一个工程式 引号 你放在引号 就认为那是一个文字 不是工程式 文字跟工程式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用引号来区分 它是字还是一个程式这样子 之后我们会练习 有一些程式可能加点程度那样 然后你就不会看到引号了 那你如果放在引号 就把它给你的字呈现出来 所以原则上 你如果只要执行一个JavaScript的命令 你不需要这个引号 你就把你的那个程式写在 或者命令写在里头 但是如果那是一个字 你要它显现出来 你就要有个引号 这样可以 那这一个JavaScript的命令 这个命令结束呢 后面一定要有一个分号 命令结束一定要有个分号 好不好 那就是好习惯你就是把它弄个分号 你不写分号它会停止 但是你不写分号呢 像我们刚刚在W3 School这里 我若不写分号 然后就放第二个指令了之后 它就会当机了 它就不会跑 因为你没有叫它去停止第一个指令 然后开始第二个指令 这样懂 所以一个分号就是停止那个指令 它才知道说下面这个是第二个指令 所以分号很重要 保持良好习惯的方式 就是每一次记得那个指令完 你就放个分号这样子 alert 就是使用者这一边全域物件上面的一个函式 它所谓的全域物件就是windows浏览器 它会呈现出来的东西 所以alert是给浏览器用的 浏览器呢 它在遇到script的时候 它会先停止文件分析 文件就是你的html的内容 只要它看到alert它就先停止 然后它就会先去把你后面要做的事情先做完 不然的话它其实应该 理论上它就会一直到你html的程式跑完 所以它如果看到全物件的指令出现 它会先停止 就是html文件分析 先执行script 然后它才会去做你的浏览器该做的事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把script放在斜杠body上 就是body的最下面 有时候我们就是希望在跑你的网页上 它可以顺利跑 最后才去看你script要去做的事情 这样才不会干扰到你的整个html 它在跑的流畅度这样子 比较如果是跟pub window有关的话 像这样子的learn 你就可以把它放到html 斜杠html文最后面而已 这样比较不会影响到它 所以记得就是你的电脑在跑这个程式的时候 它看到全域物件的职业的时候 你的html里面的文件就会被先停止 然后先去执行这件事情 那有三种tub of box 就是三种弹票 刚刚看的是alert 你可以写window.alert 那通常大部分都把window拿掉 所以另外一种是confirm box 它有一种叫trump box 等一下你有空的时候可以自己试试看 alert的弹票方式 它就是弹票说你就是按确认这样就好了 那confirm就是你可以选择确认或取消 你要问你一件事情 你要问确认或取消 我看看我如果刚刚那个改一下 你没有按确定 它就一直不让你动 我如果把 我们来试试看 然后把alert改成 刚刚说就是confirm 我按一下 你看它是多出来的一个取消 就是让你选择用 所以其实你就把confirm 想到它买单应该是一样 confirm是有选择性 就是这样 差异就不差在这里 那一样你一定要按一下 不然它就不让你再继续玩下去了 那最后一个 这个叫做prump box 这个也是pop up box的一种 那你用prump就好 这个window你要 你要把key不key都可以 prump box呢 弹跳视窗出来之后呢 你必须要输入一个g 你要input value 它输入完要点选确认取消 才有办法执行 所以会跟前面很像 只是你需要人家去输入一个东西 就这样 prump 提提看一下 你看它就会 以刚刚的确定跟取消 多了一个空格出来 那你就在里面随便提一下 然后按确定 不然的话它不让你走 这三个大概意思都是一样 都是top of window 只是一个有选择 一个还有去动器 就可以 这几个 你看你今天就学了三个不一样的指令 这还可以让你的网页 就是比较活泼一点 比较有趣一点 那这是三种JavaScript 弹跳视窗的指令 那JavaScript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它城市里面呢 我们会写英文字大小写很重要 那些事情就算我跟我自己讲一百错 可是 城市写不出来一定都是P错 以前P错 现在是连大小写它都会感染到你 那我们再讲后面的几个 就是写城市的那个方式的时候 我会再讲说 大部分都是用什么方式 还有大小写的方式 来命名或者是写城市 这样子 所以记得第一 不但听对听错很重要 第二就是大小写对 影响到你城市跑不跑得动 这件事真的一定要记得 所以你写城市就是要非常非常的细心 那刚刚有说过就是 在刮胡思它要去执行的东西 的事情 那影响就是要呈现的文字 你可以用任何语言都可以摆在里头 那这个影响呢 我们说放在里头东西叫做文字 那包裹如果这个字包裹在城市码里头 专有名词叫字串 这个字串 我们之后在写一些城市的时候 这个名词又会出现 所以就开始教你几个专有名词 你可能会觉得 老师不准备是讲字串 就是文字包在城市里面 我们就叫它字串 其实就是文字好不好 其实就是叫文字 但是你如果包在一个城市 比较fancy一点的讲法 我们就叫它字串 就这样子 那通常写城市的人 会开始注意 到底是文字还是字串 但是呢 就是这几个学期 教文学位或教学位同学下来 发现你们会非常在意 用的文字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所以特别说明了一下 其实就是文字这样子 好那刚刚前面就是命令 然后执行的动作 然后命令结束要有个分号 所以这也只是在 emphasize 一下 就是整个架构 整个语法 那刚刚我们也 连续做了两次 连续做完它一定要停止 它才有办法执行 所以你如果要做两次 你一定要记得叫它停止一下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跟JavaScript 其实没关系 而是跟一些 假如说你要去Google 找一些跟JavaScript相关的 说明或者是课程上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语言或者是描述 写法跟HTML结构 还有JavaScript有关 这是一个概念问题 那你听就可以 有没有希望你到理解 你可能要多听几次 或者多看几次 你比较能够去理解它的 什么意思 那刚刚我们大概都知道 清楚知道了 浏览器出现的东西 我们叫Pupper Window 就是那个Pupper Box Window的Pupper Box 那是一个视窗的物件 物件 物件就是网页的所有的内容 都物件这件事情 好来描述就是Object 那DON就是Document Object Model 那如果是Document 把翻成中文就是文件 任何的这些网页的程式 如果看到Document 或是文件的Object 文件的固件 它讲的是HTML里面的内容 这样可以 HTML里面的内容 所以我们如果看到Document Object Model 都讲就是HTML 那个内容是怎样去把它架构出来的 那个架构DOM 这样可以 那就是一个网页的一个文件模式 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要知道这个物件它的架构 主要是跟这个JavaScript 怎么去调控它 会有一点关系 没有绝对的关系 但是你如果可以理解 这些Object是怎么样放在你的HTML 你要去调控它的时候 逻辑上跟你要去写的指令 比较不会那么复杂 所以这个比较难 等一下会有个图给你们看 会比较容易理解一点 但是你一开始在写JavaScript 所以你如果不用去理它 其实也写得出来 但是你会发现 怎么有时候跑出来 跑得比较大 或是跑出来怪怪的 那你就要知道说 就是你的DOM 这个Model 可能跨到旁边的Object去 或者是可能它的指令 跑错路径 只是这样的而已 那我等一下会再跟大家 稍微说明一下 那JavaScript 你看它就是一个 一个物件导向的程式里面 网页上HTML 你写的东西的所有的元素 有没有Element 什么是一个元素 你标签你的东西 就是一个元素 所有的元素 它都一个物件 所有的元素 对你的JavaScript来讲 都是一个物件 然后所以那些物件 都要有一个它的方法来执行 假如说你要它动 就是我有一个标签 里面有个文字 你要它动 你就要用个方法来让它动 这样可以 可以喔 然后呢 用属性的描述物件的样子 你要它动之后 变红色动之后怎么样 这样的 所以这是JavaScript会做的事情 那这里有几个 你先不要管说 为什么这个是Object Method 其实都不用 就是方法 就是这样你看英文 我可能会打上去 或是减肥极的英文跟中文 方法就是Math 它会如果是个Math 有时候它会有个参数 会有个值 那你都要记得Key上去 那个方法 要去执行的方法 后面你就会用个刮笔 它要做4加3 或是要做A加B 那个值A加B 只会给它4跟3 这样懂 我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它比我们加起来 然后我就会给它一个值 这样 然后是一个属性 有时候属性也会有个值 那是属性 属性的只用等号 等于什么 这样子 那假如说是一个物件呢 就是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要它去呈现的事情 或是动作 那你就 那是要写一个JavaScript 那个程式写在后面就好 这一页 你看到没有问题 不会一想到 你后面会不会写JavaScript 就是先让你有个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这里我列了几个物件可能的东西 那你一般我们 HTML就是那些Document 你也学过那些IMG 那可能变数字串 其他的呢 我们在JavaScript 会再介绍给你认识 Ment就很多了 会比较像刚刚Alert 就是一个Method 或是Open Close 这都是一个动词 那写进去也是一个动词 为什么需要Method 我刚刚一开始有讲 JavaScript 是一个程式语言 你写程式语言在网页上看不到 所以它如果 必须要让网页动 动了什么事情 语言有没有写错你才会知道 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你写那语言有没有错 你像之前我们CSS或是HTML 有没有错 就看一下右边那个网页 有没有呈现出来就好 但是JavaScript 写错你看不出来 因为它是一个语言而已 那这里又有几个就是 example 什么是它的Property 什么是Effect 什么是Method 这样子 那不用太担心 就这只是List下来 那它会去影响到后面会不会 但是有一天你会发现 你怎么突然对它理解 你很想回来再看一下 就是等你对整个网页的结构 比较有比较有那个掌握度的时候 你再回来看 你会对它比较了解一点 那浏览器怎么看网页 你就看我的说明 这个就是一般 左边这个就是一般我们的HTML 的写法 那上面 TITO下面有个Link 它就是结合到其他的 这外来的CSS 套上去这样子 所以你的My Company 就会字是比较大要红色 然后这个Full Number 那个号码EM M93 所以它会写几字 你看来看去 这里完全没有JavaScript 好不好 但从这里呢 我来跟你稍微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DOM 什么叫做Document Object Model 就是假如说这是你写的网页 那这整个网页就是一个Document 这样可能 然后这里面的这些元素 它都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Object 这里面每一个元素都是Object 所以你写了什么东西 你指令如果下一个P 你要小心看旁边有没有其他的P 是同样的元素 你会被你影响到 那它如果影响到它下面的这些 不管是内容还是属性 就会完全不一样 所以要记得哦 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这些元素 对你的JavaScript来讲 都是一个Object 所有的哦 所以指令写的时候就要小心 那你如果 你不用 你不用把你每个网页都画成像这样 这个只是一个 看看来让你知道一下 原来它JavaScript看到的东西还挺多的 所以指令要写 可能要写比较明确一点 所以请你记得这件事情 刚刚呢 从这个灰格子到这个灰格子呢 讲的就是 你可能到现在听不懂没关系 但是我觉得 义务上 我还是要把这个DOM的概念 跟同学们讲一下 那我们再回到刚刚的那个 那个JavaScript那里 那 刮服内就是你要去呼唤 或者是你要去执行的命令 那Open就是开启视窗 那另外呢你也可以写Document Right 来哦 Windows是你的浏览器 Document 我们刚刚说Document 是你的网页的HTML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Document.write 它是不是会写在你的HTML里面 哦 这样了解 这两个字可以分开来的吗 然后它的动词 Open只是打开 所以你不会讲Document.open 或者是Windows.write 这就用的时候你就要想一下 它为什么会这样子写 这只是TOP a box打开给你看 那下面的是你后面要做的事情 要直接写在你的网页上面 所以我们会用Document.write 这样可以 这两个都是可以让你看到可以输出的方法 那因为JavaScript这个语言呢 你必须要让它输出出来 你才有办法看得到对还是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会学习几个输出的方法 来那JavaScript它的几个注解的写法 它会跟谁长得很像 它应该跟CSS的注解是一样的 那我们记不记得我们在讲HTML的注解 是不是是一个 我写在W3School好 你可能已经忘记了 如果是一般HTML的注解 我们是不是写一个这样子 然后惊叹号 然后还两横 然后就里面写一些字 然后还要写这样 这个是我们一般就是从这里 从这里 一般在写那个HTML它的注解的方式 那CSS的注解 记不记得我们怎么写的 是不是一个斜杠 然后一个星星 然后你就把东西写在里面 然后你再写个星星 你再写个斜杠 对不对 这是我们CSS的注解的写法 那在JavaScreen呢 JavaScreen的注解的写法 你会看到它 你用如果是单行注解 你就画写杠这样就好 那假如说是多行注解 你就写的跟CSS一样就可以了 这样懂 如果是多行注解 你就写得像CSS 那你如果不想背这么多 我建议大家 就是记得CSS怎么写 你就那样子去做注解 注解就是在你的 那个NoHai.ia上面的时候 你如果想要提醒自己 这代表什么意思 你就把这个注解写上去 所以就是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JavaScreen 你如果要写注解的话 怎么写 那建议大家就是写得像CSS的写法一样 这样会比较容易记 好 那我们开始来看 刚刚我们做了Alert 然后如果我来写Document.write 它是做了什么事情 好不好 那请一样喔 我们回到刚刚 这里我们还是把它改一下好了 再练习一下刚刚的Alert 试了一下 好了 第一个指令就是用Alert 你第二个指令也可以用Alert 好 然后里面写中文 我的中文不见 等一下 那我们第三个用那个Document Document.write好不好 所以 第三个指令用Document.write 第三个指令用Document.write 然后请他写 你要把上面两个一起写进去都没关系 反正就是写一个 弄个字串在后 就刮糊 然后再引号写个字在里头 然后最后面再引号 好 好 那请大家呢 我们把 这个部分 现在我们的script呢 是写在8笔里头 然后你上面可以写个text for 练习都没有关系 好 然后你可以把它 copy 然后贴到你的nopad++ 那我们先来看 我们来 我先跑程式给你看 好 跑第一个 他跑第一句话 i hello就出来 你要按确定 然后第二个是大家好 出来 第三个你看 要他跑到第三个 他这些字才会从网页跑出来 看到没 他从网页跑出来 那所以呢 你这个如果是贴在nopad++ 你存档 你存在档HTML 不是什么档 叫Warsley 不是 所以你这个存档的歌 你一样是存在档HTML 然后你再去档它一下 你一样就是 它出来的时候就会像这样 前面有一个字 后面有一个字 然后最后这个才会出现 那你如果 那这消不掉 所以Document.write 是不是很明显 你就可以看到 只有他会在 右边这个网页出现 这是他们之间的差异 那 所以Document.write 他会把你的 刮符里头 要做的事情 就是write 就写在HTML的 这个Document文件里头去 所以这是刚刚 是一种输出的方式 记得JavaScript 没有任何输出 列印或是函式 所以它只会显示资料 那显示方法 你就要透过不同的 这个输出方法 写出来 刚刚 刚刚练习的一个是 从那个Windows 跳出Power box 然后第二个练习 我们做的就是 写到你的网页里头 第三你也可以写到 HTML元素里头 就是InnerHTML里头 你会有 这我们等一下会练习 最后一个呢 就是Council.log 写到你的 Council.log 其实就是把 那个资料呢 输出到 就是专门在做 就是专门在做 城市工作人员的那个 那个浏览器 就是控制台 浏览器控制台里面 那就是一个Council.log 那个log 就是你每一次做的什么事情 它就会在上面记录 所以叫log 我今天 我今天 我卖了 卖了一笔什么东西 你就会 你就会记住一次 然后 所以只要在 网页上 动了任何手脚 那个Council 控制台里头 记录器 就会让你每一笔记出来 利用这个Council 它会帮你 记录每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把某些 JavaScript的 就是输出呢 你也可以让它在那边 呈现出来 然后让你看到 所以你如果不喜欢 Top of Box 你不喜欢写到一千人 你可以就是直接 塞在Council.log 里头 这几个 这是四个会常用到的 JavaScript输出方法 那我们来 几个输出方法就开始了 我这边写Alert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再回到那个 刚刚这个 W3School这里 那我们 刚刚第一个呢 是用字串 好就是Alert Hello 就写个字在里头 我们来练习第二种写法 就是说我现在不要写字 我要弄个程式 那就用数学的加减乘除 这个最简单的程式来 让他去运算 那我们就用5加6 这件事 你可以写Alert 刮胡 那里面就是 你要他做的事情 请他把5加6加一下 后面记得喔 还要分号 所以这次他会去做的事情 要做的就是5加6 Alert 对不对 然后你按一下 Run 来上面就有Hello 按第二个喔 41 对不对 你又发现 假如你算数不好 是把他很奇怪的 工程师放在这里 以后呢 他就把它 把这个节目算出来 就是 你如果 你也只要打不出 那个小算盘 出来帮你做加减乘 或者是某一个物理的老师 出了一个很复杂的 那个程式在里 要你们算那个 3.14159等等的东西 你就把它扣一扣接下去 他会帮你算数 你发现哪个好处 那也像是你的 Power window的一个小算盘 那假如说呢 我按确认 他来消掉 那假如说 我在这个5加6 前后加一个引号 我说过他会变成什么 他是自然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Hello 然后第二个呢 他就跑5加6出来 他不是跑11 所以这样可以区分 有没有引号的 差一个 可以吧 所以自串 真的就是自出来 他所执行的事情 就是把你的资料显现出来 那你如果把引号拿掉 他去做的是 执行你要他做的事情 就是把那个算式把它做出来 这样可以 所以这两个 记得他们其实差异还蛮大的 这是什么东西啊 好吧 我们再回到 再回到刚刚PPT这里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要来把它输出到HKM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练习过一次了 就是用Document.write 这个打这个字哦 之后我们会写那个程式 热热等 就很长 然后又臭又长 这样子 然后有时候你就会忘记 这个点 需不需要点在那里 或者是那个点在那里 到底是什么问题哦 那我的 这是我学的方式啊 我就把所有的点 只要在这个JavaScript里面的点 把它当作一个文字的 这是物件的动作 这样可以吧 这样子 你就会 还是可以稍微去解释一下 这个程式要干什么 那 举例来说 我们有时候会看到 这么长的一个 这也是JavaScript的一个语法 那就叫Document 是文件 Dot 你就把它说Dot Image 影像 然后这个Bracket 名字叫做Banner.src 就是Source 你就知道 这个文件的影像名字叫Banner 它的来源是在哪里 这样会 你就知道说这个语法 到底是要你去把 就是要你去把那个 Image把它拉出来 这样子 所以 这个 你只要把这个点看成是D 你就比较容易去理解 它到底是要做什么事情 那 假如说你的JavaScript 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记得JavaScript是要去 让你的Document 就是那个DOM里面 某个 某个Object 要做事情 对不对 所以它不会无缘无故 跑在那里 绝对不会 所以呢 相对应的 在你的HTML里面 你应该就会有一个 Image 它的Source 叫做Banner 跟它相对应 这样它才会找得到那个 物件 DOM的概念 在这里 这样可以 你写了一个JavaScript 你就要想想 看你HTML里面 可以有没有一个Banner 然后它还有一个Image 这样懂不然的话 这个程式动不了 可以 好 所以 这只是用来呼应前面那个 DOM的架构 你 你 不需要写那个架构 但是假如说就像 CSS 我如果有ID 然后我就要上面去找个几支 他们就是要互相呼应 JavaScript也是喔 它一定 如果你有个Banner 你要记得 你的 你的那个HTML要个Banner 而且呢 你看 它是一个什么影像 你还有一个影像的来源 然后它才会去动 它才会去指使 这个DOM去做事情 这样子 所以 虽然说只是一个 简单的Document.write 那 但是要记得 它是JavaScript 它不是HTML 它不是CSS 所以它 其实写的这一串字 相对于你要去看到你的网页内容 有哪些字是 它需要去配合的 好 不然它会找不到 来 刚刚 这个Document.write 我已经练习过了 这个5加6 然后 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 Document.write 我们如果把它放在 就是 其他的HTML的指令 像Type里头 来我们来练习写这个好了 这个比较有趣吗 它能叫做有趣吗 好吧 我们要称它有趣 回到那个W3School这里 你如果要把 继续把这几个留着也 也没关系 就把前面这几个都留着 然后按掉确定 然后 我把 按上去一下 那第三行 你可以Document.write写在这里 那你也可以 我们来练习 如果我放了一个Button 这就是一个 这就是一个Object 一个物件 对不对 然后你的Type呢 ButtonType 记不记得 就是Button 然后我希望呢 我可以去按这个按这个按这个按钮 按按钮的这个动作叫做Unclick 就按下去的意思 然后我希望我按下去的时候呢 我要他来做Document.write的事 然后要5加6 然后这个Button呢 一样 那Button是一对 一对标签 所以你还要斜线Button把它写出来 tlf 然后 然后 假如说你没有写东西 Button上面不会有字 那我如果这个按钮上面要写字 我要写Try it 就写在这两个标签的中间 那我们先 我们就看一下 看一下Run 等下 Alert 哎呀搞不出了 嗯 嗯 哎呀 这叫不好看一条 我要拿一些冲 哦 我出不来了 我们就把它拿掉了 这前标签呢 前标签呢 前标签呢 后标签呢 UTDO呢 我要一个标签呢 Try一个标签 这标签是放在标签 哦 对了 我把Button放在标签里头 谢谢你 刚刚没看到 Button不是标签里头 真的是 Button是要写在巴黎里头 好难怪它跑出来 来我们看一下 你看他在跑的时候 他Button没有跑出来 他要先跑完script 他才会跑 Button跑出来 然后Button这边就会写Try 你再按一下Try 然后十一式印在这里 看到了 我刚刚的错误就是我一直这样披下去 Button这个标签 它不是Screen的标签 它不是Screen 里面要写的标签 它是你HTML标签 所以你要放在body里头 所以我把刚刚写在这里 那是我犯的错误 我把它放到上面去 然后我们再重新run一次 来他跑的时候他会先看到 他会先跑 这个Screen 里面的东西 然后再跑这个5加6 然后他才会 虽然说我Button写在上面 然后他才会来写 他才会把这个按钮跑出来 按钮上面我是写try 那你按下去 他才会去执行Document.write 这样走 concrete的意思说我按下去 他执行这个东西 这样可以 所以Document.write 不是只有在JavaScript这边可以用 有时候像这样子 就是在HTML 你也会看到像这样子的指令在这里 那输出呢 另外一个刚刚讲的 Alert 还有Document.write 另外一个就是 就是要写到HTML元素里面 元素里面 那InnerHTML 是元素里面 跟你直接Document.write写在HTML里面 有一点点不一样 你就要去看他写到什么元素里头 所以呢 中间这里呢你就要写Document的哪个元素里头 你要写在里面就可以 所以一定会通常我们都会配合中间这一串字 就是叫做GetElement 就是元素 你怎么去找那元素呢 ByID 它上面会有个ID 然后刮胡呢就是那个ID的名称 那我刚好就是写ID 你可以写那个ABC 或是写那个 那个其他的字都可以 然后我这次范例写在这里就是ID 那仔细看哦 这一串字 Get 小写 Element 1要大写 一定要一定要大写 不要写小写 ByID By B也是大写 ID的I也是大写 这三个大写很重要 你只要写错 他就跑不出来 然后你请他写到 那个InHTML 那你要他写的方式就是 等于5加6的这种方式 那我等一下我们会去练习 但是我先介绍一下 就是你要取得特定的物件 它的属性的值 通常我们都是Get Element By什麼 这一串字会常常有 你要去特定的元素下面去取得某些东西 或者是要把它写到里头去 那在JavaScript它的语法里头 你要去读取 重新设定或是把它置入 就用Get Element By ID 那像通常在HTML 你以为是不是ID等于Mine 那你在上面 CSS这个警字号 但是在JavaScript 你就Document.get 可以Element By ID Mine 你就要在HTML里面 要有一个ID叫Mine 它就会辨识它 所以呢这个Mine 如果在CSS那里有一个警字号叫Mine 它两边都会被设定 这不是很坏处 你可能用CSS呢 让这个Mine 这串字变黄色 但是呢我用JavaScript 让Mine这串字呢 等一下可以去做 就是跳动的动作也可以 就是你其实可以用这两种方法 让它 让你的网页更活泼一点这样子 那你也可以Document.getElement By ID 后面呢Style Color 然后给它色码 所以我们刚刚是InnerHT 请它把它写到InnerHTML 所以你会发现后面呢 其实就是 要记得要有一个小小的一个 你要它做的事情 那要做的事情呢 可能要有个直 如果是Color就要有个色码 再两口 这样懂 所以刚刚 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些 开始有点 可以把它对号入座 所以这是你 这一串字你第一常常用 第二它后面这个 不是永远都是InnerHTML 有可能是其他的事情你要做 就是Style By Color 然后有时候后面需要一个直 所以取得元素的方法呢 常用的是给它们把ID 也有Get Element By Class Name C跟N是大写 Get Element By Name也可以 一个名称这样就可以了 Get Element By Tag Name也可以 比较常用的 大概就是ID跟Name 我记得我写的话 比较常用就是这两个 那有些人就是一生一世 就只用ID这样再写 这样其实也OK的 好 那我们来 我们来练习一下 这个Get Element By ID 好不好 就 这个Document 我们WM By ID 是Java Script里头才有的 不是HTML的 所以我们到W3School 来写一下这个 这一个练习 那前面Body这个 我们先把它砍掉 然后后面Scree 这里也把它砍掉 但是我们这两个区域都还需要 我们先在Body这里 先写一个 先写几个标签好不好 我们先写个H1的标签 然后里面把它写 随便写一行字 我的第一个页面 页面 然后再弄一个P的标签好不好 你要写英文也可以 可以 好 那我要带 我们现在把刚刚那个Get Element By ID 先把它写出来好不好 好 就把它Document Document Get 1要大写 那这边的ID我们写Demo 然后 记得要双引号 然后我要它 inner html 等于 5加6 记得后面要分号 好 这样可以 但是你写完你看 你的ID叫Demo 你上面html 整个网页里头 有没有 有没有一个地方 它有Demo这个东西 没有嘛 所以你这样子跑 它是跑不出 下面script的东西 你的实力就跑不出来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网页这里 给它多一个有Demo的东西 那我们有一个P的标签 那P呢我们就给它一个ID ID ID等于Demo 那后面再给它弄一个标签 那你中间可以不用写字 你要写字也没关系 那我们先 我们先看 它跑出来的样子 那11就跑出来了 看到没 刚刚你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呢 11就没有跑出来 那这个就是 inner-sql 它写在 sql里面的元素 这个元素在这里 就叫inner-sql 所以你如果是问我说 document.write 那这个 可以假如说 这里有一个我的第一个段落也是P 假如说我把这个P 放在前面那个两行字的中间 好不好 我把他插在那里 我把他插在那里 按下一个位 11就插在那里 这样子你就知道说 它是让你去插在特定元素的地方 好 而不是就是 document.write 随便 他跑到那里 就第一个就先跑出了 这样子 所以这是 输出的 你以后真的会常用的一串 城市语言 就请你把它记起来 那这是5加6 你看 这是等于5加6 对不对 假如你要在这个5加6这里 给他放个银号 再按一下 你们看到5加6跑出来 所以 那个指令 这个指令虽然是Document.write 它改革不像刚刚的Alert 有个大瓜糊 对不对 所有 你看Java screen 你要它去做的事情 一样哦 双影号就是文字 这个字串会出现 没有双影号 它就是去做那个算式 这样抖 所以 这个跟Alert 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你自己有空的时候 可以这样子试试看 我今天怎么讲这么办 好 那最后这个 这个练习是比较复杂的 那个 那个 Java script 我先摆在这里 我之后再回来跟大家说明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学到 Mind function这件事情 Mind function是我们以后 写Java script会常用到的一个命令 它就是要执行你自己写的一个方程式 就是这样子 好 所以就会有Function my function 这件事情出现 今天不想让你练习 也能学 老师 你在跟我开玩笑 Function my function 上面又是My function 到底是哪个Function 我怕好像 我都给你讲绕口令 然后你又要转不出去 今天呢 你就先不要 你不要 就太大意这件事情 你只是让你知道像 Script的这一个 GateAlembive Ideo 是可以放在 它的里面很多要去执行的动作 不管是在 只是单纯的输出 或者是要执行 你都可以看到它 因为它会常用这样子 那最后呢 就是这个Council.log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那个 这个就是网页的这个地方 那Council.log 我先把这里所有东西都把它画掉 哇 我把script也画掉 不行 script要留着 好 那我们这边就把它 那个Council.log 的输出方式 那一样哦 跟alert一样哦 瓜糊 然后你要把它写个hello 双引号 然后你把它写完咯 写完咯 写完咯 很简单就是这样子而已 你按一下run 然后这里完全出目了 它出来的地方呢 是在它的那个 就是它的它的工作平台 你可以就是按F12 你的keyboard先按F12 我按我的 对 它就会出来 右边 右边就会出来一个 一个很多程式码的地方 那假如说你忘记要按F12 你可以从右上角 这个三个点点 然后去找更多工具 更多工具的最下面 这里有开发人员工具 那个视窗就会出现 那通常预设值跳出来是 跳到了呢 就是你现在视窗上面写的字呢 原则上不会这么复杂 因为这个是W3School 它的一些程式在里头 所以比较复杂 假如你是你自己家里 你自己不是用W3School 写你自己的譬如诺诺牌 大家还是其他网页写出来 它就会比较干净一点 那我们看一下右边这里 比较Counsel 那它的控制台在这里 我们看一下Counsel Counsel-Dabla 你会发现 哇 这里一条一条 这里每一条呢 都是你刚刚在网页上的动作 它都会把你记录在这里 那因为我刚刚做了太多动作 你很多都在这里看到没有 那理论上假如说 你没有 不是用W3School 这些你就看不到 这些其实你就看不到 那你可以再按一次Run 好不好 你现在下面 现在它的游标在最下面 你的滑鼠在下面动 那我们按一下Run 它又跑了一次 然后你会 它除了一个跳了两次XX的这个东西 这是错误讯息会出现 那XX是错误讯息 来喔 我们来做一个错误讯息 请你把Council 这个Council C 把它变成大写的C 原则上呢 跑不出来 原则上跑出来 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滑鼠这里 点点点在这里喔 在这里喔 那我们按一下Run 你看 它跑不出来 然后它就会跑出 它会跟你讲说 你那个地方有一些错误的讯息 你看 它会跟你讲一些错误讯息 所以你 我们通常就是一些写程式的人 然后会看 这个Council Dara 就是要来除错用的 像你们有时候 上次在写 写那个Live 4 还是在写Live 6 的时候 不晓得哪里错 然后拿去教那个助教 帮你除错 助教党拍的就是这个地方 来帮你看 哪里有问题 这样 所以你看到很多XX 不用担心 好不好 那你就是再回去 把它这个C 把它改成小写C 那就要按一下 然后那个Hello 又跑出来 有没有 所以Council Dara 它就会从这里出现 那 我想做5加6呢 按一下 11就出现了 有没有 所以不需要Pub window 你要做加减乘除 也可以在这里 把它当做是 你的小算盘来用 这样子 你可能是 开始在写程式 你就习惯性 把这个window打开来看也可以 然后刚好你要做一个就是 算一个算式 你就把它P下去 它就会跳出来 就像我常常用那个程式 叫Google帮我翻译成中文 或翻译成英文 你也可以用网面来做这件事情 好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大概就上到这里 下礼拜开始 我们就来介绍 JavaScript的变数 和云子算子 这是几个资料的介绍 然后我们才有办法 来让JavaScript 替你执行一些程式 第一 你就必须要先去认识 在JavaScript的眼里 这些文字 这些数字 它是看成什么鬼东西 然后不同的 不同的category 你需要用什么方式 去把它命令 或者是执行这样子 好不好 所以变数跟运算 只给我来讲 就很重要 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 剩下时间呢 你可以练习刚刚的那个东西 或者是你要把你的网页 重新写一写 然后再寄给 再放到你的资料下来 或者是你想运不住 交易都可以 那今天就上到这里为止